孙璐 这么多年了 你还是老样子 换好衣服后 两人便前往操场 学生家属也都陆续入场 门口停了一辆又一辆的豪车 严总 校董和其他投资方已经在会议室了 运动会几点开场 九点半 本次会议主要是对这次运动会的投资方讲解资金流向 会议时间为半小时 严年看了眼省机 刚好在开幕式前十五分钟结束 严年前脚刚走进学校 孟志远和孟志连两兄弟也来到了学院大门 叔叔 就这里了 孟志连往声音来源转头看去 只见季生正带领一个中年男子往他们这边走过来 没想到季生也会来 嗯 你认识他 之前装修房子的时候见过一两面 并不说 季生带着蓝副走了过来 自然也看到了孟志连 没有避讳 孟晚的票给你们了 小声 这两位是 伯父 这两位是孟晚的大哥和三哥 这位是蓝星的父亲 您好 蓝先生 我是孟志连 您好 我是孟志连 哦 痛 原来你们就是孟晚的亲生哥哥 真是一表人才 婉婉这孩子可不得了 你们可得好好对待他 我们家蓝星多亏了婉婉 现在自己可能干了 原先还怕他败光家产 现在啊 都怕他不计成家产了 孟志连并不清楚这些 孟志连确实知道蓝副是在说蓝星开小酒馆的事情 往年蓝星都是把票给我 再留一张给他爸 而孟晚都是直接扔掉 没想到今年倒是给了你们 看来你们相处的不错 是啊 好了 志连 王晚上场了 最前面那个就是 赶紧多拍两张 上段条 孟晚的跳高和跳舞下 嘴巴里开了个好 两个冠军收入囊中 而孙露却在比赛中受了伤 喂 孙露 能起来吗 孙露摇了摇头 孟姨还没来吗 婉婉 你过来看看 在别人还在看孝姨走到哪里的时候 蓝星第一反应是喊孟晚过来 听到蓝星的喊话 孟晚这才走过去 围观的人群自觉散开 孟晚半跪在孙露身旁 却没有急于查看伤处 先散开吧 人太多空气流通不畅 再去看看孝姨来了没 我去看了 他们说西区操场那边有个班级吃错了东西 集体食物中毒 上吐下泄的 医生们都去帮忙了 抱歉彭哲 给你添麻烦了 说这些都是为了班级 哪有什么麻不麻烦的 最后一年的想努力一点也正常 你是哪里不舒服 脚 脚崴了 还有其他地方吗 还有肚子 孟晚明白 没再多问 小心翼翼地查看着她的脚 婉姐 怎么样 不是很严重 先送她去医务室兵赋一下吧 可是彭哲你等一下不是有比赛项目吗 来得及 一来一回太耗费体力了 你们先去比赛吧 我今天的项目已经结束了 我带她过去就好 孟晚当机立断报起村路 稳稳的 没有半点亮墙 面色如常 现在的情况 有力气又有救治能力的只有孟晚 确实推脱不开 给你 自己拿着 孙露没有说话 孟晚接过冰袋 孟晚却没有直接离开 而是翻掌了什么 最后拿着两颗药片和一杯水 递到孙露面前 这是什么 止痛药 要不要吃随便你 我吃 我吃 孙露没有犹豫 接过了水和药片 来了个一口闷 你一会 消肿了之后活动一下 最好去医院拍个片子 看看骨头 我把了下麦 没什么问题 最近不要吃冷饮和辛辣的东西 也不要熬夜 保持作息 下次再来会好很多 你为什么要和我说这些 好歹学过一 要对得起我师父 等不痛了就可以叫人来接你了 我先走了 唐志义 他 孙露突然喊道 再看到孟晚停下脚步后声音又低了下去 唐志义等会会约你去篮球场 所以呢 他说他会联系你 而你一定会去 至于其他的 我不清楚 倒是挺有自信 上次你去找唐志义的时候 我们正在通话 你录音了 我没有录音 事实上 他也考虑过 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 用这个去威胁孟晚 可以称得上是自不量力 自寻死路 那你想要什么 当我 作为回报 我会帮你对付唐志义 对付唐志义 你是觉得 我孟晚已经落魄到这个地步 连一个唐志义都对付不了了吗 孙露 这么多年了 你还是老样子 不是你说的吗 说我想来以利益为重 只要有利所图 比谁都能忍辱负重 很显然 唐志义对我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 而我需要你的帮助 恰好你和唐志义不对付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对吧 你有五分钟的时间 说吧 你想做什么 帮我离开孙家 送我和我妈出国 孙家已经不能再带了 孙露 那是你的事情 与我无关 我知道 所以我求你 我求你帮帮我 我已经无路可走了 我求求你 你想我做什么都可以 唐志义的事情 我也可以帮你打听 求求你 孙露 交易是要对等的 我能帮你离开孙家 也能让你们母女 拿着属于自己那一份钱出国 可相对应的 你还能帮我做什么呢 我有三间店铺 虽然因为经营不善 已经有些落寞 但是店铺附近正在改造 会建立新的商业街 三间铺子就算落寞 每年净利润也有百来万 你头脑聪明 三间店铺给你 你肯定能让他们起死回生的 你帮帮我 孙露 人要逼一把自己的 你虽然还是会将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但也知道在这之中寻求一个解决方案 孙露一下愣住 还在思考孟晚话里的意思 我会派律师过去 也会在国外给你安排好坚硬的人 至于今天你说的话 可要记住了 五分钟一到 孟晚起身离开 而孙露还一脸呆着 直到孟晚走到门口 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孟晚 这是答应他了 唐志义看不得你出风头 他愿你去体育馆 估计是想让你参加不了接下来的比赛 孟晚没回他 关上了门 而孙露则仿佛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一样 虚脱地躺在床上 嘴角却扬起了笑